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4月4号的股市 我是阿等 很多人在问说 大盘现在怎么办 我说为什么怎么办 大盘越涨 量越少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对嘛 所以说很多人在担心嘛 老师啊 如果挣了两万一 那大盘的成交量又不足四千亿的话 那怎么办 要拉回吗 还是要震荡 那我问过一位 现在你买吗 现在这个位置里买 买不买股票 老师啊 我不敢买 对嘛 所以你不敢买 你希不希望它跌 希望啊 所以重点来了 很多人在担心指数 我说指数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不敢买 就代表很多人也都不敢买 因为股票市场会赢的人 毕竟是少数嘛 阿德讲这里 我笑出来啊 你不要生气 我有一点微笑你不要生气 我是说股票市场真正的赢家少数嘛 对吧 多数呢当韭菜 有人说我要当小白菜 可不可以啦 随便你啦 随便你啦 重点是什么 重点要赢 因为我常常问很多朋友 跟很多朋友在讨论 我们在股票市场为的是什么 就是要赚钱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想到这个问题 如果我在股票市场想赚钱 想赚大钱 那如果没有赚到大钱 我们就要思考一点 我们再想一下 我们到底为什么赚不到大钱 那些赚大钱的人 他们到底为什么可以赚到大钱 比如说选股 比如说你看节目 比如说你选择现在要报的股票 到底它是不是主流 我老师它太简单了 反正是主流股 我买了就报着嘛 那有些主流股 它冲很快 它整理也会很久 再上去它又很快 那你就是要一直报着嘛 也不一定 那有些主流股 它就是渐进式的慢慢涨 慢慢涨 慢慢涨 你隔一段时间 哇 它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每只股票都不一样 唯一一样的是什么 有钱人喜欢买 他们会索码 他们为什么会索码这些股票 因为他们是主流 主流才有办法帮各位赚到大钱 所以我常常在讲 很多人在考虑指数 我倒是这样认为 我这样认为 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能不能长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 它大盘没有量 所以他们会找出 一些补偿股来买 对吧 有道理啊 没有什么不对啊 有道理 可是有钱人倒不是这样认为 你不要自己为了想赚那么一点点的钱 然后去爽到主力 对吧 你会爽到主力啊 为什么 比如说 我们挡开一看 我说老师我知道啊 今天有很多啦 你像什么 那个石权这一类的啊 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威刚啊 哇今天好强喔 对吧 为什么会很强 老师我听到喔 报纸在讲啊 媒体在报导啊 山西地润厂可能员工要罢工 台厂有力 有没有道理 有 要不要买 我不知道 老师你说不知道就是不要买 我没这样说 我没有这样说 我请各位 看一下新闻 然后想一下 因为你在股票市场要赚钱嘛 大家都没贪心 所以你一定要拿新的明星啊 而不是讲旧的 讲漏后的 对吧 什么叫台厂有力 因为他们要罢工 那你有没有听过这种新闻 三星他要减产 他要发展高阶的 高效能的HBM 对吧 美光也要发展高效能的 所以DDR让你们做 哇台厂有力 对不对 你有听过吧 而且常常听 没错吧 没错吧 所以台湾的 你看看台湾的DDR场 通通是要靠什么 靠人家不做的 你才有力 每次都要靠别人不要的 私下的 你来喝一些汤 这种股票你真的要买吗 故事还很多 你仔细回想 每一次都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他们要减产 我们台厂有力 对吧 他们要往高阶了 我们台厂有力 不是被动元件 就是低润股 都是这样 对不对 人家不做的 台厂有力 用减剩下的 减低毛利的 然后把它当成主流 要涨一倍两倍三倍四倍 所以我们在股票市场 我常常问一些 赢家 一些很有钱的人 你们怎么累积财富的 有钱人很简单啊 用钱赚钱啊 因为他们看得到位 老师为什么看得到位 比如说 你去银行可以溢价吗 不行啊 你是券商 金控公司可以溢价吗 比如付买回 不行啊 他们行啊 他们为什么可以溢价 因为他们要未来 未来多少他们要知道 他们能赚多少钱 他们要知道 所以他们看得到未来 你呢 跟人拼 跟人聋 眼睛蒙着就冲啦 报纸讲什么 你就冲啦 报纸如果讲的都对 我没有说他讲错 可是报纸的消息 是新闻还是旧闻 那你来看一下 这4月10号 这今天的报纸啊 是今天的报纸啊 对吧 他写什么 英贴尔 AI来写 好消息哦 为什么好消息 因为供应链乐透了 他的供应链最大的供应链是谁 台积电啊 不然还有谁 你看看 他讲的很有道理哦 只是大家不知道啊 因为大家都看表面 他的新AI晶片算是第三代的 第三代的第三代 他说他的算力比那个H100 比回答的多50% 你不厉害 厉害啦 给50% 给一波 将近一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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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嘛 好厉害好强 他效能比H100什么 多40% 厉不厉害 厉害啊 好厉害 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价格比H100更便宜 所以回答你要担心啊 对不对 你看完了你说真的好厉害 可是问题人家现在已经GB200了 现在人家已经不做H100了 对吧 而且你看这小行字我练给各位听 基辛格讲说未来每家公司都要有AI 哇 说的这些很多人就说哇 老师 你一两个月前就说了耶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新闻还是旧闻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 台积电他的制程他的节点是台积电的5nm 哎 拜托呗 人家回答已经到了3nm了 未来2nm可能他也是最大的哦 对不对 所以重点你看新闻你看到现在你就觉得说 对喔 我看新闻做 我今天冲下去 今天那要落呢 对吧 我来冲下去 今天你落呢 对嘛 所以重点在哪里 你如果看到好消息股价跌你就买 不是要看到股价涨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利多的消息就追上去 对啊 那涨的时候利多特别多啊 对吧 啊现在呢 现在呢 所以说只要你知道大盘 反正迟早都要上2万亿的嘛 迟早嘛 对吧 所以说重点现在的量 是不是问题是啊 你也知道啊 你也知道量是问题啊 所以你希望什么 量少拿到跌下来你买嘛 不是这样吗 不然你会去追 现在哦 哎 大家都选到没法选 选到没法选到没法选到 没法做什么 备通原价好不好 没法来做低论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好的话你如果能财富翻倍的话 我也赞成啊 问题他没办法让你财富翻倍啊 你只爽到什么 阻力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买的是什么 一定要买新的嘛 你一定要买新的嘛 AI新的明星股 你说对不对 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 赢家一定有一个公司 赢家一定有一个方法 贪钱的人这样说 会赚钱的人他们一定挑最强 对不对 当你们害怕不敢买的时候 丢出来的时候 更便宜的话他们会接 他们会守住这些股票 他们会在这些股票里面动手 而不是每天都是看着人家长了以后 然后在人家说马后炮 什么叫马后炮 马后炮说长上来的时候 你在吹嘘女友的嘛 这叫什么马后炮 台积电股价飙嘛 昨天飙嘛 今天有没有飙 没有嘛 所以今天出消息啊 所以有钱人当然利用利多我卖股票 好事啊 如果你想买台积电 你看到利多你会充进去对不对 对嘛 那外资他喊千块 超过一千 现在已经超过两家在喊了 超过两家喊一千了 如果一千的话 台湾的股票指数要多少 如果台积电一千块的话 如果台积电一千块的话 你现在来算看看 现在的话 两千零八百点 如果台积电以现在的价格 二三三零 一千块 将近三十趴 将近三十趴 你算三十趴比较好算 三十趴 如果三十趴的话 那大盘 再涨三十趴 再涨三十趴大盘 要不要涨超过两千五百零 勇老师这个谁都会啊 对嘛 因为你知道未来 如果会这样 那跌下来你要不要买 勇老师你叫我买台积电就不公平了嘛 我五百块没有买 六百块没有买 七百块没有买 现在已经七百八百 你叫我买不合理吧 我要拼个二十几趴三十趴 不合理吧 对嘛 所以你要买的是什么 会喷的啊 会喷的啊 会喷的才是你要的啊 我从昨天送给你的啊 很多人有拿到对不对 前天也有 我讲了嘛 下一档系统对不对 没错吧 是不是主流 是不是主流 对吧 我有带你借了吗 有没有 我有带你借嘛 我每次在请你来买阿德的股票的时候 我都是在盘中请你来买的对不对 我是不是十二点开始啊 然后我都带你借了 你买得到的 买得到 那请问一下 好不好 不错耶 阿德老师真的不错耶 如果今天再一只掌铃盘 就要更好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知道啦 很多人说一天一只掌铃盘 两天两只掌铃盘 三天三只掌铃盘 那是最棒的 说对不对 对不对 对嘛 所以你来看这支 我四月三号给你的嘛 对吧 那一样啊 我也是大家借了 我会让你借了 我要让你的财富变多 我就会在这个节目说找你来 对吧 如果你愿意 你买得到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啦 不愿意我也没办法 你都不愿意了 我有办法请你买嘛 对吧 那今天呢 又差一点掌铃盘 今天呢 又差一点掌铃盘 是不是四月河空喷网 对不对 你都看过了嘛 今天又差一点掌铃盘 说不定等一下掌铃盘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 只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拒绝买不到 你要买股票 你要你要看 所以说 我刚才一直讲说 我问过很多很多很会赢钱的人 他们说 行动力很重要啊 对不对 可是你的判断力也很重要啊 如果你每天只看到掌铃盘 你买不到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的是拒绝买不到 所以说有钱人 第一个动作是他看得到未来啊 为什么他们要去跟人家讲 譬如说付买 他们要跟人家讲价格 讲利率 对吧 讲时间 因为就对他们来讲 一旦确定了以后 我知道我未来要赚多少 他们用钱赚钱 他知道我要确定未来 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股票市场相同的道理 我们赚的赚钱 人家要赚钱 我每天告诉你 掌铃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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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不到啊 有用吗 没用啊 你要学有钱人 学那个有钱人 我要确定我买得到啊 那我给你的股票买得到嘛 我们来看一下加币期好不好 比较新的嘛 才27啊 我有大家接我吗 如果说没有你就想没有 有你就想有 对吧 没有 我如果在节目上 我没有大家接你就说没有 你没看到节目就没算了 如果我没有找你来买 加币期 那你就说没有 对吧 那你那一天有进来的20位 应该说19位来 一位没有买嘛 好 那我请问你到今天加币期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给你的时候是两位数嘛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加币期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因为我给你一定买得到嘛 除非你没买嘛 对吧 除非你没买嘛 重点是我要帮助你赚钱 那你也要怎样 你也要买啊 你也要买啊 你没有买我怎么帮助你赚钱 用老师啊 只有两支掌停板而已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就请你来买 买得到的股票 对吧 你要买阿德的 你来买阿德的 这次就是加币期 对吧 你来买阿德的 这样不好吗 你来买阿德的嘛 对不对 分盘的有什么好讲的 分盘的有什么好讲 分盘的有什么好讲的 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啊 唯一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我再重复一次 你如果要当有钱人 要把你的资产变多 那你要选对 要站对地方嘛 所以你跟着阿德买 就对了嘛 没错吧 你就跟着阿德买 所以阿德给你新的嘛 如果你要 现在就机会嘛 如果你要嘛 AI新明星嘛 为什么叫做 你要来拿阿德的股票 加币期你看到了嘛 打工喷网你看到了嘛 对吧 快要三次涨停板了 没错吧 你拿到的人你来 你来看一下 你上我的官网看一下 对不对 虽然你上我的官网 没有跟我互动的 你也知道哪一支吧 好 那新的呢 AI新明星 强势登场 今天4月10号 我等你来验证 跟加币期很像 整理一下他就要喷了 整理一下就要喷了 加币期要喷之前 整理一下下 整理一下下喷了 对吧 整理一下就要喷了 他跟加币期像不像 如果你有刷QR Code 或者是打电话 我说你打电话进来啦 你打电话进来 我线上的助理人 就在等你 就这么简单啊 因为你拿得到 我等你来验证 你拿得到4个号码 AI新明星 新的明星 他跟加币期很像吧 真的很像啊 整理一下就开喷了 整理一下就开喷了 没错吧 他也是整理一下就要开喷了 那你如果在开喷前 有卡位 那亮灯厂屏不就你的吗 对吧 加币期是这样 4月3号 这支 这支喷网 搭空喷网 今天如果运气不错的话 你们有拿到的是不是 第三根 他今天有亮灯 对吧 是不是三根 那接下来 我是要帮你 你拿阿德的标股阿德 用标股帮你 我不是开盘掌停盘帮你 那开盘掌停盘你又买不到 我都给你借了 你来拿你买得到 你会赶购 对吧 不然两天两万一你又不赶购了 现在不买两万一你更不敢买 对不对 你都一直要等拉回来 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 可是人家整理一下就要开盘了 你又不敢买 那怎么办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 你要你电话拨通 你电话拨通 加密期这支 这支你都有拿到嘛 对不对 加空喷网嘛 你们都有拿到嘛 今天要准备第三根掌停盘了 对不对 这支 这支 你要拿到 你要对看看是不是很同 是不是很像很像 跟加密期很像 整理一下就要准备要开盘了 所以赢家的共识已经达成了 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 我们进广告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三六六 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我到现场 很多人有拿到 拿到的时候他一定会对吗 他会对什么 贾壁期 因为我说他整理一下 他整理一下就要开喷了 贾壁期就整理一下也开喷了 他也整理一下 对吧 他准备又要开喷了 对吧 我没有讲他不会动 我讲了你们有拿到 他现在就开始在动了 对吧 所以说 我常常讲说 比如说我给你贾壁期 你都不觉得说贾壁期会涨 我给你2363的系统 你也不觉得他会涨啊 你觉得系统会涨嘛 那为什么现在我不叫你去买系统 因为他要减资 因为他要减资 他要让你凹很久啊 你很多人就不想凹啊 有些人资金很大啊 不然你看他的今天的成交量也非常非常的大 今天的成交量也非常非常的大 你看他上下挂的也是都量很大 而且他左转你可能都会很快嘛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 一般人 平常心讲一般人我请你买 你也买不下去啦 你也买不下去啦 所以我可能会介绍你一种 一种就是说 股本不是很大的 但是成交量是够的 成交量是够的 适合每一个每一位每一位朋友 对吧 你如果真的想赚大钱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想赚大钱的朋友 因为股票市场其实很简单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虽然他很现实啦 可是我要跟你讲 你赢别人就输了啦 啊你要当赢的还是要当输的 那你自己决定 除非你永远都不进股票市场 股票市场只有两种嘛 就赢的跟输的嘛 那你不希望当输的 你就要怎么样 要赢的思维啊 所以你要想别人怎么赢 你如果看到神盾 他就是跟着回答 你看到系统 他也是跟着回答嘛 现在连发科也是跟着回答 为什么要跟回答 因为他是赢家 现在是赢家嘛 会赢多久没有人知道 可是你不可能说 他是赢家你不跟啦 对吧 那现在连那个 英特尔的CEO都讲了 阿德以前也讲过啊 阿德好几个月前就讲过啊 AI到最后 就像说 像我以前举例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公司 如果有一天我不做了 对不对 那有人觉得说 阿德对于产业的见解还不错 那新的来的话 要看一下他对产业的见解 他不能打电话问我啊 因为我离职了 可能不做了嘛 退休了嘛 对吧 那AI就可以做了 因为我们很多知识 很多很多 每个人都很多经验值或知识 他都会放在公司的云里面 公司云 N开头的嘛 我现在没有时间 该跟各位讲主机板 或是server嘛 server用的主机板 跟那个一般的电脑用的主机板 又不一样 他没有时间讲这个啦 我只跟各位讲说 你拿标股 赚大钱 这才是你看电视的目的 对吧 你看电视不是为了要拿一档 可以买得到赚大钱的股票吗 加碧琪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对吧 那首能不能不要讲了啦 因为分盘了 加碧琪也不用讲了 要分盘了啦 那这一支也准备要分盘了 因为我介绍给你以后 他开始喷了 那这一支我刚才瞄了一下 刚才瞄了一下 本来不大会动的 结果你们来拿 对啊 你们来拿了 他开始在动 而且动得非常厉害 对吧 这跟主力没有关系喔 是因为很多人认同嘛 AI的新明星嘛 进广告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4号的 股市万德福 我是阿德 那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精彩 很多人在问 来问 因为你从网路上 然后都会听到很多人在问说 现在大盘都不敢买 那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两万 快要两万亿了 快要两万亿 所以很多人都怕指数 那阿德一直跟各位讲说 指数其实不是很大的重点 为什么 你来看这个消息 你如果看到了 你会觉得说 外资是在马后跑吗 其实不是嘛 我们在做股票都是这样的 不是说外资在做马后跑 外资现在喊千元 台积电如果千元的话 大盘的指数到哪里 如果外资喊台积电 一千块好了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 2330 那2330它现在多少钱 800多块 那一千块它涨多少 将近30% 所以大盘现在是两万零七百多点嘛 对吧 所以重点来了 如果台积电真的能一千元 那台股两万五两万六 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啊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时候到 什么时候到 那你跟我对于说指数什么时候 会到两万五 重不重要 补充要 因为我们又不是在这里 跟你谈论说 台积电的未来啊 大盘的指数的未来 会到几点啊 它的压力在几点啊 支撑在几点啊 因为没有意义啊 你如果问那个会赚钱的赢家 赚很多钱的赢家 他们从来不关心 那个什么技术分析的 技术指标的啊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技术指标永远 零到一百嘛 你有看过负的吗 你有看过超过一百的吗 比如说KD值 超买超卖区 80以上叫超卖 对不对 20以下叫超卖 那我请问你 如果有一档股票 它涨了十倍 它涨了十倍 通通没有停 我们就举例都没有停 然后它的KD指标都在一百 如果再涨五天呢 在五支涨停板呢 那会什么状况 你猜不到吧 对嘛 如果它的KD值就在一百嘛 如果在五支涨停板 会有什么状况 你还是听不清楚 因为你永远都在 像说那个指标过了 它就要回档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会有股票会涨五十倍的 为什么有股票会涨五十倍 因为它可能震荡一下又上去了 洗一下盘又上去了 对吧 所以你看到80 好像要跌下来 我要放空它 结果它跌下来 大概70几 它又上去了 所以我举例 如果有KD值都刚好一百 它五支涨停板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放空人死翘翘了 因为那五支涨停板 不是50%而已 因为指标只要在过热的状况 只要指标是动画的状况之下 在五支涨停板 它可能是两倍三倍 所以你如果在七十八十 如果去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说指标过热 我现在要怎样 我现在就是那股票没掉 还去他你就没了 对吧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说 指数很重要 指数一点都不重要 我请问你 如果指数跌 你去做放空 结果呢 结果你放空强势股 不是一样 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你如果指数跌 我就放空 那个弱势股 那个指数 指数如果强的时候 多头的时候 我就去买那个强势股 就对了嘛 大家都会讲 可是都不会做 你不是都会说 对吧 我现在讲到这里 很多人都点头 对啦 我们都会啊 你会 好那我请问你 现在多头还是空头 是多头 你为什么没有买股票 卖广了 你为什么卖广了 老师我们就不要谈这个了 你有新的吗 有 有新的 什么股票 主流 还有主流 有啊 怎么会没有主流呢 来来来 我来说 如果说一支股票 你看 你看到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会没有主流呢 主流很多 只是你不愿意相信而已 比如说加并市 来来来 我来看一下 我有大家接吗 我有大家接吗 加并市我有大家接吗 如果我没有大家接的人 就是没看我的节目嘛 对吧 那天我有没有 我有在这里接吗 有嘛 就在这里跟你 就拜托你来买的嘛 就拜托你来买的嘛 没错吧 我你前十位来 你相信我一定买得到 你现在加你买的 我就跟你说 对吧 那近来二十位 只有一位没有买嘛 对吧 可以买得到吧 可以嘛 就在这个节目上嘛 没错吧 好啊 请问你 现在将近70% 有用吗 没用啦 我不是在跟你讲这个啦 我不是在跟你讲说 他涨70% 我如果说这个好 你也没有啊 我可以拿涨停盘 这一天跟你讲啊 我可以拿涨停盘 这一天跟你讲啊 我为什么拿 买得到的那一天跟你讲 因为我有大家接啊 所以你想要赚钱嘛 是你要看涨停盘 还是要买能涨停盘的 就是现在你要抉择的 对吧 所以说我跟你讲 我不是跟你讲过去嘛 过去有什么意义 没意义嘛 过去只是一个历史嘛 所以说阿德 只是说你跟着阿德买就对了嘛 因为什么 这比赛我就在你交的时候 你就买得到啊 你现在说这比赛有意义 没意义啊 他分盘交易啊 他现在叫你买也没效啊 他分盘交易啊 现在他叫你买有用吗 也没用啊 所以我直接告诉你说 现在这段有没有主流 有嘛 你就买主流就对了嘛 加币其他说他 BG200我要进来 他就飙了啊 他说我要 我打入BG200的供应链 就飙了 所以是什么 主流嘛 我要给你主流嘛 主流才有用嘛 主流才能帮到你 主流还可以帮你赚钱 所以你要来拿阿德的主流嘛 来 你来拿阿德的主流 有人说 老师阿金一娘有要开 要开啊 我要开啊 可是下午开啊 不是现在开啊 我帮你接好不好 我帮你接好不好 有嘛 也是这时尊帮你接的嘛 对嘛 我不要让你看今天 我让你这样 我帮你接的那天 你也相信他 超过两只掌停板 今天快掌停板了 对吧 对吧 所以我帮你接的 我让你看 我帮你接的 4月3号 对吧 我让你看 所以你来拿阿德的标股嘛 叫4月嘎空喷王 对不对 你来拿阿德的 出不了嘛 这五个字你会念吧 拒绝买不到嘛 我让他让你看掌停板有用吗 没用嘛 我让你看说 我有帮你接啊 我有帮你接啊 你那一天加进来的 有没有拿到 像加冰淇淋一样 你当天进来的 可以买得到吗 这是赢加的观念嘛 这是赢加的观念嘛 对吧 我让你借你买得到的 会吧 所以说 我们就不提过去了 再过去嘛 4月3号行李过去 是吗 4月3号行李过去 我们也不要提加冰淇淋 那分盘了 我们不提了啦 对不对 所罗门分盘了 我们不提了啦 那为什么加冰淇淋可以 可以不要超过六成 那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那卡路主流嘛 就像神盾一样 我为什么要写神盾 我为什么要写安国 因为阿德有啊 为什么我还要告诉各位我有 叫各位去追吗 我老师不要了 他长了好几倍的 不要跟我说 对嘛 可是神盾为什么会长那么多 安国为什么会长那么多 因为他跟的就是挥打嘛 那加冰淇淋是不是更回答 他是不是表股 是不是让你赚 你想要赚 你想要赚 是不是又要拿表股 对吧 所以说什么叫表股 就是主流嘛 所以你现阶段在股票市场 你随便问任何一个人 你在股票市场想要干嘛 要赚钱啊 没有人在股票市场 试想什么 要做公益的啊 包括阿德杨 包括阿德啊 那很多酸民 在阿德的网路上留言说 你这么厉害 你自己贪就好啊 当然啊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啦 我不夸大 我就问各位 我就问各位 股神叫巴菲特 对不对 他叫股神 哪有多少人巴着股神 股神有百分之百吗 没有啊 所以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台湾讲的你就不信 今天报纸讲的 这不是阿德讲的 今天报纸讲的 Intel的CEO讲什么 讲阿德好几个月前讲的话 他的CEO说 未来每一家公司都有AI 都要有AI 对不对 阿德已经讲过好几个月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 所以说股市啊 酸民没关系吧 反正我经得起 我受得了 真的没关系 因为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没有百分之百 至少我有百分之百的 诚意跟诚意跟诚心啊 因为我给你的 我教你的 我就是要给你买得到啊 像这比较同样啊 我就很诚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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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以后你就会 你就会长大 感到 也不对 所以我要给你新的嘛 我也可以拿系统出来说嘴啊 为什么我可以拿他出来说嘴 很多人在问说 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厉害 还有大消息你都知道 我说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他有大消息 我不知道啊 我如果知道 我就根本不用当分析师了啊 我当主力的 跟班的就好了啊 对吧 我每天连线电视啊 对不对 我可以努力变成大咖 名嘴 连一次拿个 拿个几万块 我一个月啊 比我在这里辛辛苦苦 赚的还多 那有什么不对 反正上面又抓不到 那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的 再跟你分析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敢买 很多人说 老师我为什么要敢买你的股票 我说其实是信任啊 你如果信任我 你就标股就是你的啊 对吧 那连续喷三支掌停板 你喷第一根掌停板 然后我告诉你说 我有系统你相信吗 你不会争孝耶 开玩笑 我第一支掌停板 我就翻出来说那支我的 能买得到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你嘛 对吗 就是能买得到的嘛 那为什么你不买 因为你不信 哎呦 老师啊那支股票怪怪的啊 这支股票我不要 这支股票我不要 你换一支 像我换这支你要不要 对嘛我换一支嘛 我不用马后怕嘛 我就换一支新的给你啊 那你可以看一下加币奇 那你有拿到阿德的股票嘛 你看一下加币奇 他是不是标股 老师涨上去的 每个人都说是标股 他整理上再上去 今天充高耶 今天被关还充高耶 啊你那在讲这个干嘛 这分盘交易 你叫阿妹 新减杯 对吧 可是他整理一下就上去了 整理一下就上去了 来 他是不是跟加币奇 你拿到的 你就觉得他跟加币奇很像 整理一下就要开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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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比加币奇更厉害的一点 股本更小 股本更小 而且有人加持 有人加持 有人加持啊 更厉害的一点就是有人加持 股本比加币奇更小 所以 赢家已经 已经在做一个动作了 所以说很多人说什么叫赢家 什么叫赢家都会赚钱的 什么人会赚钱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看得到未来 什么人看得到未来 赢家 不信你去问那些资产上亿的 好几亿的那些 他跟人家谈事情的话 都是要谈到未来 而且是确定的 比如说你现在你在金融界 说我好厉害我在金融界二三十年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去跟那个进货公司谈价格 当然这头就低下去了 你为什么要低下去 阿德只是跟你讨论而已 阿德又不是在骂你 你说你在股票市场做了二三十年 对不对 我问你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低下去 老师阿没有喔 就 股票公司去证券公司 顶多是叫我交歌而已阿 然后问我说这支股票要不要抽签阿 我谈什么价格 你知道那是有钱人去 比如说去买付买回可以谈价格 你不知道喔 我如果有几十亿我就在债券部的话 那债券部说 诶现在付买回 现在比如说 好 比如说有那个公司在 CBO CBO的发那个option 诶那个外资阿 又等你来等你来 我要给你多少价格你要不要 你说我不要有风险 不然你就买付买回 我用多少 太少我不要 我跟你家里一码 咱咱咱码 那多少时间 你用十天好不好 我要十天 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不知道有钱人的智慧嘛 因为你不知道有钱人在赚钱嘛 你不懂嘛 所以你要努力变成有钱人啊 诶老师啊 你怎么这么多 我没有我听说的 所以你不是很多钱喔 没有我听说的 你那是很多有钱人 那你不要管那个 你把你自己关好 把你自己的钱赚够就好 这是阿德想讲的 你管加辟期 加辟期跟你没关系啦 就算他今天涨频繁 跟你有关系吗 没关系啦 今天涨频繁 如果加辟期涨频繁 顶多是公息有买的人嘛 对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 譬如是说嘎空喷网 如果他今天再涨停 三支涨停板跟你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啦 你要去恭喜已经有拿的了嘛 那这一支4月10号 今天要送给你的有人加持人 你拿不拿 所以你来拿是要拿你可以买得到 拿强势股 拿主流股 拿你要赚大钱的股票 你去管别人转 几支涨停板干什么 不然我随便讲一支 几乎整理过吧 几乎整理过吧 有啊 如果他涨停跟你有关系 没有啊 因为我没买 对嘛 如果我讲九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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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今天会涨停板 如果我这样讲 如果运气好真的涨停板 跟你有关系 没有啊 因为你没有啊 你要拿你有的啊 有的是什么 在这里 主流股嘛 很多人都讲说 老师啊 那个比较厉害 亮灯涨停 我说你有吗 贾比奇你有吗 大家老师都说有的 在起都说有嘛 所罗门的涨停板的时候 大家老师也说有 重点我现在跟你照 你要有啊 我现在跟你照嘛 时间来不及了 赢家已经达成共识了 你要成为赢家 下一支的索马股在这里 有人加持的 AI 新明星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拿到股票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赢家是少数啦 没有每个人都可以知道的啦 对不对 打电话 请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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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 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 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面子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无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阿德拿一张那个 三月的新闻给各位看 没有什么炫耀的问题不问题 只是说阿德的看法 你看当时阿德就跟你说 两万点是地板 所以说指数是不是问题 不是嘛 你如果担心指数的话 那跌的时候你要买 对不对 那涨的时候就买跌的 那跌的时候呢 买强的啊 强的时候再跌还敢买喔 当然啦 因为很多股票 比如说像加币企 阿德为什么一直讲加币企 因为加币企 你自己焦啊 这支也有自己焦嘛 我都是盘中跟你自己焦的嘛 你看加币企 是不是整理一下就喷了 就开喷了 加币企整理一下就开喷了 那这支呢 他比加币企更便宜耶 所以你要拿标股 你要拿赚钱的股票 你要把你的财富增加 你就要拿像加币企这样 跟加币企很像 他整理一下就开喷了呢 对吧 那你总不能每一次都说 等到人家涨停板 然后开涨停板 让你看你在那旁边说流口水 所以你要拿的是什么 要拿新的 AI新明星嘛 对吧 就这么点啦 祝各位操作宣布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